从前,有位住在瑞士的老伯爵,只有一个儿子,可见儿子傻傻的,什么也学不会。 父亲于是对儿子说,听着儿子,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教你,可你什么都没学会,我替你找那个有名的老师。 老师,你向他那儿去,看他能不能教你点什么。 就这样,年轻人被送到另外一座城市,在那里学了一年。 年底,他回到家,父亲问他,儿子,你这一年学了点什么? 父亲,我学会了国语。 主啊,可怜可怜我们吧。 父亲叫起来,这就是你所学的。 我要把你送到另一个城市去,另找一位导师。 于是,年轻人又被送去,和另一位导师学了一年。 回来时,父亲问,我的孩子,今年你学了点什么? 他回答说,父亲,我能听到鸟语了。 父亲大发雷霆。 你这仇货,竟然一无所获地度过宝贵的时光。 你回来就不敢到南围井吗? 我再为你找个导师,如果你这次还是什么都学不会,我就再没你这儿子了。 年轻人跟着第三位导师又学了一年。 等回到家,父亲问他,你学会了什么,儿子? 他回答,亲爱的父亲,今年我能听懂万民的含义了。 父亲气得火冒三丈地跳起来,对仆人说, 这家伙不再是我儿子,我已经把他赶出去了。 我命令你们,把他带到森林里去杀了。 仆人把青年带到森林里,但是不忍心杀他。 他把他放了,然后杀了一头鹿, 取了眼睛和舌头,拿回去禀报伯爵。 青年,漫无目的地朝前走,走了很久。 终于来到一座城堡,他请求那里的人让他歇一夜。 可以,城堡的主人说, 只要你愿意,就去塔楼里住一夜吧。 不过,我要警告你,那里很危险。 有很多野狗在不停地乱吠乱叫, 到某个时辰,还得给他们一个人吃, 顷客就会把人吃光。 原来,当时整个地区都被这群野狗闹得不得安宁, 可又没有办法。 年轻人一点也不害怕地说, 就让我去吧,不会有事的。 给点吃的,让我去喂他们。 既然他自己要去, 人们便给了他一些喂狗的东西让他去了。 年轻人走进塔楼, 那些狗不叫也不闹, 友好的摇着尾巴, 围着他转, 去着他摆在他们跟前的食物, 丝毫没有伤害他。 第二天, 他毛发无损地平安走出塔楼来, 对着人说, 那些狗用他们的话告诉我们, 告诉我, 为什么他们会住到家来, 为什么会危害一方的。 他们中了谋法, 被迫到家来, 守抚塔楼底下的一笔财宝, 只有等人们取走财宝时, 他们才能得到安宁。 我还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, 怎样才能取出这些财宝。 听到的人无不欣喜万分, 主人说, 只要年轻人做好这件事, 就任他做儿子。 于是, 年轻人又来到塔楼, 胸有成竹地取出一个装满了金子的箱子。 从此, 人们再没听到野狗的嚎叫, 也再没见到那些野狗了。 这个地方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。 过了一段时间, 年轻人想去罗马, 他路过一片赵泽地, 听到许多青蛙在呱呱地说话, 他听后沉思起来, 感到有些悲伤。 后来, 他终于到了罗马。 原来, 教皇刚刚去世了。 红衣主教们正在为由 谁继任教皇发愁。 他们最后决定, 选一个有神力, 能创造奇迹的人继任。 年轻的伯爵, 这时恰好走进教堂。 两斤百鸽飞到他肩头就不走了。 教室们认为那是主的一句, 当时就问他是否愿意当教皇。 年轻人犹豫着, 不知道自己是否配做教皇。 鸽子建议他答应下来。 于是他同意了。 接着就是图游、 献祭等一系列宗教仪式。 他在来罗马的路上, 就听到青蛙们说自己会当上神圣的教皇。 他当时大为震惊, 这时正好验证了。 轮到他主持做弥撒的时候, 他连一个字也不会讲。 两只鸽子就一直坐在他肩头, 一句句交给他。